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农村一特别的植物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见过哦 你看,就是这个植物 它的学名叫多花钩耳茶 这一创上的果实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多花钩耳茶别名牛儿藤、金刚藤、扁蛋藤 它是鼠里科钩耳茶鼠植物 你看,这是它的叶片 呈椭圆形,纹理清晰可见 它的花期在7到10月 果期亦10年4到7月 生长于海拔2600米以下的山坡 沟谷、宁夏或冠丛中 你看,这是它的金条 像以前的农耕时代 它的金条常常被农民用来制作牛的鼻圈 所以,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牛鼻圈 多花钩耳茶萌芽能力强 耐修剪 其枝叶光亮 柔枝轻盈、颇具特色 然后,它结的果实红艳缤纷 非常好看 所以,常被爱花人士挖回家做盆景观赏 它的繁殖方式啊 主要用种子繁殖 你看,这个果实是不是很像一串串的体子 成实的果实为黑色 像这个就可以用来播种了 所以说,多花钩耳茶全身是宝 不仅可以用来刮赏 金条还可以做牛的鼻圈 不过,要数它最大的价值啊 在于它的根部 是我们这里老人的最爱 这也是80岁老人告诉我的 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常常会挖它的根回来晒干 然后用来炖猪蹄或者泡酒 号称啊,风湿的克星 可见它的价值不能小觑 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价值吗? 或者对多花钩耳茶有其他见解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本视频对你有帮助 可以帮忙点赞转发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